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进党的女领袖蔡英文 689万票当选 在获得票数上 689万 这个数689 我们知道很多的是梁振英 梁振英在香港获得特首 是689张票 而在四年前 马英九击败这位女领袖的时候 她的得票数也是689万多 所以在当时 在台湾社会 在中华民国的控制的地区 进行竞选的时候 689成为了 一个竞选的口号 我们坚决不要689 两个获得689的男人 在我们心目中 我说过了 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台湾民众 在中华民国的国民们 在选自己总统的时候 提出了我们不要689 结果这回新成为的中华民国第14任女总统 获得的数字 获得的数字也是689万 这天地间非常有趣 那所以曾经出过笑话 有人建议重新唱票 要重新数票 说我们绝不接受689 它是689万4千多 它要689万5千多 四舍五入 它就变成690了 对不对 它没跨上去 四舍五入给掉下来 这个圈儿花圆了 我跟大家说过 花圈儿啊 让人们非常感叹着命运的一切 让人们非常感叹 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人极端自我时 他表现出来的愚蠢 他真正的脆弱 这是现实 对吧 那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的 整个政坛上全面消失 有人说10年20年 恐怕它也起不来了 而在我们当时的节目 我记得跟大家讲过 在习近平见马英九时 他看重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而这个场面 当今天我们看到民进党的领袖 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你就会体会到习近平背后有高人 他现在再次跟中华民国总统见面的时候 有了马英九的垫脚石 他会顺理成章的 如果之前不见马英九 今天他如果想再去见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他就很难见 跨度太大 因为黄安在攻击那16岁女孩时 提到的就是台独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场面 但是你能不能体会到 这现实环境中 中国在走 中华民族真的是有着一线希望 在走出黑暗 当然有人认可 有人不认可 走出黑暗 一线希望 这其中包含着命运 一个不尊重女人的社会 结果这个女人用了六八九 打败了两个男的六八九 在中华民国的行政的区域当中 他给给予中华民国的国民 以足够的尊严 苹果日报这么棒 首位华人女总统迎接台湾新时代 2016年台湾大选 民进党首次拿下总统宝座和超过50%的立委会的席位 达到了完全执政 蔡英文更以六百八十九万的票数 成为了台湾乃至华人首位女总统 而在台湾中华民国的控制区域当中 实现了第三次政党轮替 那立法院首次轮替 台湾正式开启新时代 蔡英文获胜之后表示 将秉承超越党派立场 致力于确保两岸和平现状 立法院曾经在过去时间里一直是被国民党控制 但这一次就变成了蔡英文 全全面的击溃了整个国民党 这是在一个纯华人的社会环境当中 一个政体当中非常走向成熟的 完全成熟的一个政治民主社会的社会形式 一个政府的更替的过程 也就是说 今天中华民国控制的地区 跟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 是在国家的民主形式上 政体形式上是一样的 蔡英文在获得大选胜利之后 在改言中说 这是民主的骄傲 显示台湾人对民主的坚持 他将秉承超越党派立场 致力于两岸的和平现状 警告两岸都有责任 尽最大努力寻求尊严平等的互动 人要有尊严 人就懂得尊严是至高无上的 高级动物之下的文化 是专门攻击人的 他提到了周子豫 被以台独之名 遭到大陆电视台封杀 舆论围剿之事 16岁的他在选前十多小时 拿出了一个道歉的片子 激怒了整个台湾民众 反中 这里说的反中情绪大爆发 其实这里面都是共产党 那台湾民众在反共 够不着的时候 全都牵弄于国民党 谁让你说国共合作 蔡英文当选之后的语录 说不会因为选举而分裂 会因为选举而团结 这是指中华民国 两岸都有责任尽最大努力 寻求对等的尊严互动之道 希望没有意外 我们点亮了台湾 告诉全世界台湾 等于民主 民主等于台湾 擦干眼泪 迎接台湾新时代 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 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 称将维持两岸和平现状 那蔡英文当选后 被纽约时报选中了一句话 说这个结果是在告诉我 人民期待一个更愿意 倾听民意的政府 一个决策 更透明的政府 一个有能力解决困难 照顾示弱的政府 这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 这是一个被人们选的 给予了每一个生活在 中华民国框架下的 国民以尊严的结果 德国之声的头版头条 他说台湾大选中国官媒 集体点点点没了 自攻了 都自个成为宦官了 他不敢报 那文章很长 但里面我引用一段话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当中 很多内容被封杀了 但是有一个上海电影人 说了一段话 他说如果我是习近平 哪怕把国号改回中华民国 都要以毕生之余力 让两岸一统 他没说统一叫一统 一统是台湾人说的话 是中华民国人说的话 华人民主的新纪元 绝非在台湾的独立 而是通过台独 倒逼与加速中共政府的民主政治进程 中共没有政府 中共只有政权 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杀中国人来的 那这个话说的很 很有点绕弯 对不对 就跟那个上海 他上海市里面那个弄似的 绕弯 一句话 他如果是习近平 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叫一国之下 也叫中华民国之下的 两个政治实体 为了保护自己 说了那番话 那蔡英文会不会见习近平 这是一个老新闻 三个原则之下 蔡英文称若当选不排除 跟习近平见面 那蔡英文在当时 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两岸领导人的互动的 政治敏感性高 在台湾社会里 必须要让台湾民主的程序 那还有资讯的透明化 还有国会的监督 都要有一个完整的建构 如果没有完整的建构的话 那两岸之间的桥梁 是不会完整的 蔡英文提出了见面的条件 对等尊严 公开透明 公开透明 跟不涉及政治前提 对等尊严 公开透明 不涉及政治前提 对吧 对等尊严 人与人 人不能跟高级动物 公开透明 正常的社会 对不对 没有政治前提 那直接打击 今天中共爱国主义宣传的一切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 习近平背后真的是有高人 见马英九 见了他的身份 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马英九就是个垫脚石 为他后面的所作所为 2016年习近平在处理台湾问题时 铺了一个桥 垫了一块砖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